中华民族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医药学宝藏 针灸疗法就是中国医药学中一颗光辉琢磨的民族 它在临床上应用已有漫长的历史,远远流长 现在,让我们先追附一下均旧的气游的法律 我们回到亚洲的亚洲和亚洲的亚洲 亚洲的亚洲 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社会时逐渐掌握了用火 石器时代会用加热后的石块来做熨烫治疗 还会用尖锐的小石块来做刺血治疗 这种医疗用的小石块就称为鞭石 古代的针是由瘦骨磨制而成的 称为骨针 用于日常生活的缝衣 也可能用于针刺病痛 酒坊 可以说是以火为基础的疗法 将碍柱放在皮肤一定的穴位上施酒 酒法采用由碍叶做成的碍柱 有直接酒法 也有进阶酒法 关于彩案 在我国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记载 在孟子艺书中还提到用三年之爱 三年之爱是指用陈旧的爱业 由陈旧的爱业搓成爱荣 再做成爱祝 点然后用于酒制疾病 用火点燃爱助 作用于皮肤上 称为酒法 用火热 进肌硬烫于体表一定部位的 称为硬发 用火点燃树枝或药材 热热烤体表的一定部位的称为薰法 从酒 韵 熏 三个字的字形结构 也可以看出 三者都来源于火 借用火力来治疗的 还有拔火灌法 古代采用树脚作为杯子 借火力吸附在蹄肤上 称为脚法 后来 后来改用竹罐 陶瓷罐 及玻璃罐等进行拔罐治疗 关于鞭石 古代自书上就指出 鞭是用来刺病的石头 拿这种经过磨制的尖锐石器来刺病 就叫鞭刺 古代主要用于排浓 出血 以治疗各种疾病 古代山海经上有说 东方的高石山上有多种针石 这是指长针形的鞭石 远古时代的用针 主要是由受骨磨制而成的骨针 此外还有竹质的针 这个竹字头的针子 原意就是指竹质的针 到了青铜器时代 才可能有金属针具的制造 这个金字旁的针子 才是指金水针 在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 内经义书中 详细记载了鞭石 针法 酒法 药物 以及按摩 气功等方法 在临床上的应用 书中说的鞭石 来自中国的东方 爱酒 来自中国的北方 酒针 来自中国的南方等 一九六八年 在河北满城 汉代流圣墓中 出土大量的珍贵文物 其中有四根金针 另外还有五根已经腐蚀的银针 这些针的形状和内经所记载的九针相似 九针 是九种长短和粗细不一的小型医疗用具 其中 第一针用于按压穴位 圆针用于摩擦体表 都属于按摩用具 像宝剑一样的 叫皮针 是外科用的手术刀 九针中的缠针 用于浅次皮肤 树环和针 进入线外七星针的作用 风针 现在叫作三棱针 九针中的豪针 自为常用 直到现在 仍然是临床治疗的主要针迹 现代的豪针制作更为精巧 种类也更多了 九针中的大针 是种特别粗的针 九针中的长针 现代发展成为盲针 我们现在临床上应用的针具 就是由古代九针发展演变而来的 内经秘书 是我国进入到铁器时代以后 总结那时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 而成了一部医学经验 内经脱名于皇帝 说的是皇帝和他的臣子 齐伯雷公等人 坐在民堂上 一问一答讨论医学理论 经络 针灸等问题 后来就编成这部巨著 全书包括灵书和素问两本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论述针灸治疗和经络训说 灵书的书名 原来就称作针经 是针灸的经典 它阐述了以九针为主的医疗方法和理论知识 灵书经脉天 集中论述十二经脉等内容 1973年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木出土的博书中 有十一脉的记载 这是比灵书经脉天更为古老的文献 书中只提到九法鞭石 还没有真法的记载 这是博书中关于足阳灵脉的文字 从博书十一脉文字到灵书经脉篇和速本脉解篇 可以看出经脉理论的形成过程 以灵书所载的最为系统而全面 内经之后 有八十一难经 简称了难经 是阐述内经理论的重要著作 其中 也有许多关于经学和针法的内容 中医文献耗如烟海 历代名医如群星盼蓝 古代名医多数善用针酒致病 如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 当我国战国至西汉市的名医 由匾阙、苍公等 匾阙不仅通晓临床各科 还应用针鞭、活酒、汤液、按摩、热运等 多种疗法指定 匾阙、针鞋、针鞋、国太子的婚禁 成为医学史上的美坛 汉木时刻中 这个骑形神像 手里拿着石针给人制定 这是神化了的点气造型 公元二世纪 我国东汉时的名医华博 以外科铸成 他对针酒的应用也有独到之处 他给曹操治头风 是个著名的治病 临床上应用备数学治病 常采用夹击一寸的针刺方法 这是继承了华佗的经验 被称为华佗加击法 关于匾阙、华佗的针酒学术 后人还有文系记载 与华佗同时的医学家张仲敬 诸有《伤寒杂病论》 与华佗同时的医学家张仲敬 诸有《伤寒杂病论》 书中论汤液治病之外 也应用针法和酒法 如太阳病 要赐风食风服短血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 公元三世纪 我国近代时 针酒学家黄辅密 编辑了一部 《针酒甲乙经》 这是将素问 《灵书两书》中 有关针酒的内容 加上《明堂孔学针酒制药》的内容 汇编而成 这是一部体系完整 内容充实的针酒学专著 古代《明堂孔学针酒制药》 这本关于经学的早期文献 通过《甲乙经》的专载 保留到现在 书中总结经学总数 为349个 同黄辅密相近时期的著名炼丹家和医家 和颜色图 在另一著作《肘后背集方》中 也有关于《甄酒明堂留注》的记载 这些都是指《甄酒精学》的图书 葛洪的妻子鲍姑 也善用酒法 在《隋书经级志》里 还记载不少《甄酒明堂》的书籍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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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公元六到九世纪 在我国的隋唐时期 国家重视医学教育 设立专门医学教育机构 称为泰医署 当时对医学分科人数 修学年限 以及医官级别 都有具体规定 并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 来选拔人才 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鸟 被后人称为药王 医学家孙思鸟 森丝鸟注有千金药方和千金义方 他认为人命质重有贵千金 所以用千金作为书名 书中载有真酒名堂 分养人名堂图 扶人名堂图 和侧人名堂图 原有的图像可惜已经失传 千金药方中的名堂三人图 是汲取当时医家真权的研究成果 其中十二经脉以五色化线 其经八脉以绿色化线 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用五色描绘的精学图 任太子文学之职的医学家杨上善 十二经脉各医卷 其经八脉何为医卷 长期任洪文馆的医学家王涛 于公元七百五十二年 铸成外台密钥医书 书中载有九金名堂 将三人图扩展为十二人图 书籍中的原图早已失传 现在我们只能以敦煌所藏的九法图残卷中 略溃唐代图像的风貌 隋唐时期中国医学远传到海外 唐代著名的建真和尚 经过五次东部 最后到达日本奈良 建真和尚带去了佛经 也带去了医药和针酒书籍 现在日本还保存了一些唐代医书的抄本 如梁圣善的泰素和内经名堂本书 当时日本医家编写的医新方艺术 书中所载孕妇美月经脉图 还可以看出唐代画图的风采 到了公元十世纪 我国宋代史 朝廷重视医学 编教各种医书 在官修的太平盛会方医书中 载有十二人图形 显示了宋代的特殊风格 宋人尊皇帝时 汉陵医官王维一 他不仅掌握方药 更精通针酒 他于公元1026年考证精学部位 编成了同人数学针酒图经 书中也有精学图 有前后侧的三人图 又有分金图 书中总结精学总数为354个 当时国家还将这本书的文字 刻在石碑上 与同人模型一起陈列 作为针酒教学和考试之音 成书的第二年 还用黄铜铸成了两具 人体精学模型 称作同人 这是我国最早的 针酒精学立体模型 对后世针酒的发展 起了推进作用 可惜原物已经失传 这里看到的是 现代复制的仿送同人 同人外部分布筋络数学 胸部腔还表示脏腑部位 在国家的地区 录音社里面 所谓的遗充 混合在一遍 西红军上的 人物在 在此以后,透明扁却的针灸著作就有多种,如扁却新书,以及扁却神印针灸玉龙经等书。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我国南宋与金元时期,针灸名家辈出,著作增多。 南方有王子中的针灸字生经,北方有杜汉青的针经指南等。 元代一家华博人编写了十四经发挥一书,在产明经络与数学的联系方面有重要贡献,给后世影响很大。 十六至十七世纪,我国明白的经络著作,都以十四经发挥为主要参考。 当时大医学家李时珍,撰写了《本草钢物碍》, 还对金诺学说中的《奇经八脉》写了专注,受到人们的重视。 明代是针灸史上著作最为丰富的朝代。 总结性的针灸注作,先后就有徐凤的《针灸大权》。 高五的针灸巨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权》等,特别是《针灸大权》一书,可以说是对以往针灸注作的最大一次总结。 书中总结金学总数为三百五十九个,比同仁增加了五学。 当时,我国的医学传播到东方各国,朝西史剧编注了一部《东医宝剑》,其中也有针灸专签。 自从王维一创作了第一代针灸通人之后,各个时期又重复铸造了形状大小不一的通人模型。 同仁表面标有数学名称和经络走向。 雄副腔梅 雄副腔梅还表示脏腑的具体所在部位,以引起真似者的庇议避免刺伤内脏器官。 此外,还有石刻和木刻的经络学位图,叫做明堂图或同仁图。 现代针酒经络图和模型是由此发展而来。 到了十八世纪,我国清代史,由国家组织编写的一宗经建中的四九心法要诀专册,内载有经学图和歌诀。 当时,国家还组成一种小型针酒同仁,分别尝赐给编书的人员。 这是清代同仁原物。 1822年,无线人李学川编写的真酒风云一书,对应有的十四经学总数又做了一次总结。 这时,总结十四经经学的总数为361个。 这个数字一直演绎到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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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代针灸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中心团结合作,对筋络、数学、针法、酒法、临床治疗各方面的研究都有了重大的发展。 现在编写的针灸学专著和教材,一般都按内容分成筋络、数学、针法、酒法和针灸治疗等几个部分来介绍。 当前,对筋络的研究,既从古代文献记载和图像着手,更注重筋络现象的调查和探测,从筋络现象的大量存在,进而研讨筋络的实质。 数学的研究 数学的研究 继续充分掌握它的位置特点和取学方法。 现在,通过解剖研究,使我们对学位所在的深部结构都能有所了解,这样可以避免针刺时误伤重要脏气,并掌握好适当的针刺方法。 学名读音标准化和定位标准化的工作取得成果,这样,有利于各国针灸学术的交流,并促进了针灸学术的发展。 现代金络数学模型的研制和教学挂图的编绘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电动针灸金学玻璃人模型能生动表示金学位置和金络分布部位及其与脏腑的关系。 小型的针灸金学模型,对学习金络学位更有帮助。 对针刺手法的研究,要注重继承老医生的实践经验。 学习者要加强练习,除了在体外进行反复练针,还要在自己身上试针,以体会针下的感觉。 要求做到,进针时减少疼痛,并取得良好的针下感应。 手法运针是针灸临床上的基本方法。 此外,还有电针等法的硬梦。 此外,还有电针等法的硬梦。 这种针区叫做齐内针,是一种特别短小的针,适用于皮肤浅刺流针。 多用于耳鞋流针,也可用于其他部位穴位的流针。 耳针之外,现代又有了针刺头部穴位,以治疗多种病症的头针疗法。 新的针灸器具和仪器的研制,为针灸临床增添了新的光彩。 这是亚离子激光穴位照射。 电温针在临床也得到了推广。 这是在运用红外线激光治疗仪。 各种新的针灸方法,以传统的针灸疗法,在临床上配合应用相隔一张。 在继承发扬古代针灸学术的基础上,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研究,是我国现代针灸研究的特点。 在广泛总结临床经验的同时,深入开展各项实验研究。 从免疫、生理、生化等多的学科领域,共同探讨针灸对各系统、各器官的功能影响。 研究针灸致病的机理,至于取得了多项的成果。 有些因素。 在继续的资料则资料,的人数据。 針刺麻醉的臨床应用,为针酒治疗学, 写出了新的异章,这是现在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大成果,对针酒临床和实验研究都起了推进作用。 近年来,通过各国间的学术交流,针酒的应用已遍及全世界。 1975年以后,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办国际针酒培训中心,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培训了大批针酒人才。 第一届世界针酒学术会议在我国北京召开。 各国针酒医生和学者们在会上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是针酒的发源地,我国当前针酒研究工作, 包括对历代文献的整理、临床疗效的总结,以及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激励研究等,都在深入地开展。 我们相信,通过广泛深入的临床总结和实验研究,针酒这门学科必然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世界人民保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